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这是洛冠岩和亚南父亲交换的条件 程亚南听信了何晓峰的一面之词 拉黑了洛冠岩 任凭洛冠岩怎么解释 他想绝权 和他喜欢亚南是两码事 程亚南都不再相信他 甚至对一再挽留 他的洛冠岩大大出手 洛冠岩说为了亚南他宁愿放弃死亡之机 可是亚南依旧不相信他 时言从何晓峰告诉他那一刻起 他就对洛冠岩彻底失去信心 洛冠岩 我很遗憾 还没说完100个理由 但我还是想告诉你 就算前面99个理由你都不信 我还是喜欢你 因为第100个喜欢你的理由就是 你是程亚南 程亚南最后还是头也不回的离开 可怜的被误会的洛冠岩社长 程亚南为什么要相信何晓峰的一句话 而不愿相信喜欢自己的人呢 感谢观看 不告别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